! MING ils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就是進入變冷的季節 所以要吃一些熱熱的東西 這次同時也是我們的 灣用鍋系列的料理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就是 肉骨茶湯 相信如果有去新加坡的朋友 一定有吃過肉骨茶 不過今天我們自己在家還原看一看 那當然可能不見得那麼到底 不過自己在家做 用完用過其實也很簡單 好 我們開始來製作 我跟你說 我們要做這個肉骨茶 備料非常簡單 而且完全不用動刀 第一個 我們準備好這個豬排骨 這一般在市場超市都切好的 只要選排骨 有帶骨 有帶肉的都可以 好 那我覺得要吃哪一段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你要吃長的 短的 上胸的 或者是比較靠近腹部的 那就看你自己喜好 那我自己煮短的 我覺得比較好料理 口感也比較好入口 蒜頭的部分 建議一定要準備多一點 這種蒜仁 剝好的 基本上 不要去把這個皮剝掉 因為你等一下煮的時候 如果你是剝掉這個蒜皮 它會化掉 那你整個湯就會濁濁的 那倒不如就是 蒜皮下去一起熬湯 那這樣的口感就跟在新加坡吃的那種 是一樣的 和這就是蒜皮 清潔中 我們現在要用蒜皮 澱頭到會用蒜皮 好 這個是肉骨茶的湯包 這個肉骨茶調味的湯包呢 其實現在這個蠻容易買的 超市就有了 那有的話呢 你的風味會比較倒地一點 另外呢 我們這個湯要好喝 一定要加一點米酒下去 好 再來加半碗的醬油 好 這邊呢 記得黑胡椒先不要急著下去 我們起鍋再來加黑胡椒 現在先來燉湯 好 我們用這個 煲湯的模式 不管你是哪一排的 都會有一個煮湯的模式 一定有 30分鐘 不過我覺得 我們選的排骨比較小塊 我覺得 其實我調整一下 它20分鐘應該就夠了 嗯 哇 你看看 哇 看起來好讚喔 看一下排骨 先試喝一下湯 再看它怎麼調整味道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然後我覺得黑胡椒味可以重一點 再加黑胡椒下去 來 嚼一嚼 嚼一嚼 肉骨茶 直接來試吃一下 先喝個湯 我覺得胡椒味可以再濃一點 吃個肉 肉非常軟嫩的 一咬就斷 然後軟軟嫩嫩的 這一碗就是 滿滿的蒜味 黑胡椒味這樣子 而且你看那個蒜頭很多都煮到化掉了 所以你看它包著這個蒜皮啊 就比較可以維持這種整顆整顆的 那你直接吃喔 它也是滿營養的 很多蒜頭的營養在裡面 增強抵抗力 很讚的一個料理 而且用完用鍋超簡單 而且20分鐘就好了 好 雖然呢 我們這個自己做的肉骨茶 不敢說媲美就是 新加坡道地的肉骨茶 不過呢 自己再加一做 你想吃多少肉 多少排骨 就給它加下去 蒜頭 黑胡椒都可以自己調整 喝起來真的滿爽的 好 歡迎大家自己做看看 好 還沒有訂閱菜單 就什麼話呢 請幫我點擊這裡訂閱一下 還沒有加入我們LINE 好 朋友的朋友也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這邊呢 都可以隨時推播新的食譜給大家 好 我是蔡萊先生的KVON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